我作為香港市民一份子 和大家在那個年初 有共同的經歷 感受得很深刻 我今天講的和我過去選舉期間講的 並不是因為怕影響選情 選舉期間講的 都是心裏面的說話 我希望我能夠 不斷繼續幫香港社會幫國家 希望我們整體在各個方面 經濟社會民生政治方面都有所進步